不放弃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相亲特派员嘉迪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凡人游戏的话 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8805 8805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 大渡口区的万象会 因为男嘉宾所居住的地方 就在这个商场的附近 男嘉宾相亲意愿 非常的充足 今天也是卯足了劲 要到节目当中 寻找到一位合适的女嘉宾 带回家牵手结婚 那男嘉宾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一起通过镜头 来了解一下男嘉宾的基本情况 男嘉宾一再强调 男嘉宾的朋友全凭感觉 但当编导追问 是否在意女生外形时 他也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 男嘉宾的走 不管是在路上还是采访的间歇 男嘉宾都尝试联系 男嘉宾都尝试联系朋友来陪自己相亲 但都没有成功 即使今天没有亲友团陪伴 但男嘉宾依然非常在意今天的相亲 在女嘉宾到来之前 他也是做起了准备工作 不难看出男嘉宾对自己的感情非常重视 因此编导为了不辜负男嘉宾的期待 也联系了不少的女嘉宾 但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那么最终来到现场的 到底会是一位怎样的女嘉宾呢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七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看男嘉宾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是一个箭步冲到老凤翔去 男嘉宾是去要了两个气球来吹一吹 你说他聪明吗 我觉得不像是很聪明的样子 你听他说话 你有时候会感觉到男嘉宾 好像这个表情管理也是有点问题 语气表达 内容也是有点偏差的 但是他又会做这样 有点可爱 又特别聪明 节约钱的事情 那到底是聪明还是不够聪明呢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对他的评价 这是你自己做的 我平时有手工的习惯 女嘉宾已经到场 马上给你一个惊喜 别别别 把女嘉宾叫出来 来吧来来来 来两位两位 大家好 我叫戴菊 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在教育行业 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一个三千块钱左右 本期叫我女嘉宾 戴菊 二十五岁 身高一美六七 职业 销售 月收入三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然后我平时主要做的就是一些文字的一些操作 然后跟客户的一些沟通啊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有时候比较宅 但是偶尔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会的那种人嘛 性格有时候看起大大捏捏的 而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打扫一下房间啊 或者是做一点好吃的 就比较能够治愈 其他都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了 我觉得我闺蜜在生活中是一个 就是对朋友很好 各方面的话 我觉得她是在女生 女生当中来说是算比较优秀的 在这次节目当中 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个 对她好 然后找到一个她喜欢的 然后希望她这次成功吧 朋友口中优秀的女嘉宾却单身已久 而其中的原因则是曾经的一段感情经历 我说儿子七岁 做摩托胎 做小手的 我叫戴菊 儿子五岁 我也是做小手的 那现在的话 你手上捏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该拿出来了 老背这个手 谢谢 刚刚去打的 我给你自己变的 刚才说过这个东西的 解释一下吧 这个东西你给它命个名字 一个礼物嘛 朋友的礼物嘛 朋友见面礼物 朋友的见面礼物 基本礼物 那行 太好了 好好好 谢谢 有没有收到过这种捏的气球 这种有创意的礼物 这种很私很少的 比较有心意吗 可能 你感觉 就是漏掉了一个人是吧 那心有谈 你评价一下 咱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吧 男嘉宾还是很用心的 但是现在也仅限于此 因为见面时间确实太短了 也就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确实是 所以说剩下的时间 男嘉宾你要积极努力地 提升自己在女嘉宾心中的印象 当然女嘉宾同样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时间 也就交给你们几个人 自己去相处了 男嘉宾安排好相亲好不好 原以为时尚漂亮的女嘉宾 会是男嘉宾喜欢的类型 但没想到 她的态度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男嘉宾刚才看到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来跟我说说 太好吧 一般 一般 哪种叫好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 而不是说这种模棱两可的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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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对我有点不耐烦了 没有没有 那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对女嘉宾造成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就是感觉你好像 对她无所谓 好像你来吧 那我就配合你 反正你不是我喜欢类型 就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 知道吗 同那人意思 想不想跟他两个在相处会吗 先聊一会嘛 先聊一会 先聊一会 先跟他两个 先沟通一下嘛 要的呀 就跟朋友之间 我就是说要你跟他两个沟通一下 先碰一下 那所以说要收起自己的高傲 对不对 拿出自己的真心 天气也凉了 给人暖暖心 是不是吗 对对对 那你对于你未来的这种灵异 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 以前的感情之间是什么样子的 感情之间都是过去的嘛 过去的意思是什么样子的 不上海 不上海 对 过去 不上海是什么意思 不上海都是不上海的 不想上海他 不想上海过去 不想 我这个时候不喜欢他过去 原来希望那是现在不想 给两个人过去 没有过去吗 是什么意思 不是又过去 有过去 男嘉宾说不上海这句话 肯定是有打过你的 肯定是有他那个 不上海不上海每个人 是不是 对对对 是的 随时两人的沟通还算和谐 但闺蜜的一句话 却成为了两人矛盾的刀火索 我还要帮我一说一下 危险的 危险的 你们有 OK 慢说 所以买什么 这个贵 好比可乐 来点超市 超市特别买呀 这个超市很贵 这个超市还贵 这个不就是普通的超市吗 对 对吧 要买的东西要买钱为了 男嘉宾他有一点点抠门 抠抠嗦嗦的感觉 出来相亲 还是只是当一个儿戏一样 都感觉他没重视这件事情 坐一下吧 找个地方 你以前这没有少过朋友吗 还是什么情况呢 不想耍 不想耍呀 你现在二十六 二十七岁了 你妈她们都不叫你耍朋友吗 难道 哎 这是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吗 还是什么情况呢 工作会出嘛 工作会出啊 有你的事情 那你现在每个月工资多少钱吗 三千多 三千多块钱啊 对 我上交 三千多块钱 我上交 三千多块钱的话 我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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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交给你 三千多块钱 最后是能干嘛呢 现在 女嘉宾第二次提出 想找个地方坐下聊 但男嘉宾的回答 彻底惹怒了女嘉宾 你去找个地方坐一下可以吗 可以吗 太累了 我倒没事 在超市 我要到个超 去超市坐啊 超市不好吧 所以 我边都边聊嘛 所以 这样子走真的会累的 而且到中午了都 你现在二十七岁呢 你至少也要有一个 做事情也要有一个规划呀 没目标吗 能到 那边又去 那边又去一个超市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超市呢 不去吧 不想去了 不去吧 不去了 不去了 到位置坐呀 没有地方坐呀 没有 这个里面去干嘛的问题是 去吃肯德基 去吃肯德基啊 对 那不是小朋友吃的吗 吃了东西嘛 有没有好多 我不是很想吃东西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有一点规划 对 吃不吃东西倒没有什么必要 是因为你约 你出来相亲的话 你至少要有一个相亲的感觉 你给我的感觉 就像出来逛街一样 懂吗 就是随便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过一条街 那这种的话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你是看不起啊 看不起我啊 不是啊 是因为你这个人二十七岁了 我觉得男人嘛 二十七岁至少要有男人的感觉是吧 男嘉宾似乎察觉到了女嘉宾 强烈的不满 那么女嘉宾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就是最开始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听说他有营迷拔机啊什么的 方面他还好都觉得还可以来接受 但是而且前面还送了一些礼物嘛 自己变得比较有心 结果结束了之后 感觉整体来说都不生死活 而且感觉他不足够于个人的为生那种 而且很口感觉就说喝个水也很正常是吧 然后他就说他没有钱 而且你不用花钱的 但我们去自己 我们自己给钱也没啥呀 他就直接这样讲 就感觉很奇怪 自己人的逻辑思维都很奇怪 我觉得他说话感觉很奇怪 然后说要找个地方做 然后他直接说没有钱感觉还挺高的 出来相亲都没有准备这些 女嘉宾能跟我讲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感觉你现在脸都已经垮下来了 其实我来参加这个节目还是抱着一种 都是想来找一个另一半的那种想法嘛 但是刚刚听主持人之前跟我讲过 他说男嘉宾一米八几啊 就工作也还是挺 就是什么都发生得比较稳定 然后就反正差别太大了 就心里面有点落差感吧 就是可能我不是很适合他 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内心 我刚刚没想到那个州长没想到 没有和谁安排是我的部队就行 不用说对不起 是因为我认为你现在已经27岁了 你既然是发自来 是想出来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半年 你都应该有个目标一个规划 哪怕是不合适 你可以锁呀 而是你那种完全都是出来像广嘎一样 你好像都是一个随随便便 你一个人都感觉 啥都行 对对对 别走了别走 别别别别 走就一下很垂头上去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那个规划是不是 我没想到那个规划 没有 我们又没逼你 我们只是问一下你的想法 你不要太大的情绪 来 男嘉宾 谢谢你 你可以送给你最喜欢的人 你先接上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想说什么 你瞧我你想说什么 这个情绪本来都是没得意义的 随便真的吗 那就你看你现在也是 你拿你送给我 就是随随便送的 然后刚开始觉得你很用心 你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 更加的奇怪了 你懂吗 随随便人呐 随随便人呐 此时男嘉宾的态度 彻底让女嘉宾失望了 她又决定终止和男嘉宾的约会 而男嘉宾也是夫妻离开 走走走走 走 我们来看一下 二号男嘉宾的情况 帮女嘉宾看了一下 那个男嘉宾 就目前比较适合她现在情况的 有这个幸福的这个男嘉宾 之前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我不知道你对她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她 但是你现在如果要把她叫过来 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 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 因为她就是她的包括收入方面 还有她自己的要求 我觉得应该跟女嘉宾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她个子有点小 这个一会儿 要不一会儿我们去问一下女嘉宾 问她这方面介不介意吧 但是我们先跟这个男嘉宾联系一下吧 喂 你好 胡先生 你好 我是凡人游雪的嘉迪 你好 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有一位女嘉宾 长相很娇好 25岁 然后性格也比较成熟 也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兴趣 你就是过来跟今天我们这位女嘉宾 接触一下 但是男嘉宾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嘉宾比你稍微大两岁 你介意不 不介意 不介意啊 好 那行行行 那我就安排你们见面 你也赶紧过来好不好 因为你之前跟那个男嘉宾见过嘛 他之前有参加过相亲 你要不要跟那个女嘉宾讲一下 就是他可能身高方面的那个 女嘉宾久等了 刚才呢 我跟编导又为你联系到了一位男嘉宾 那这个男嘉宾呢 情况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先说一说 看你能不能够接受 男嘉宾呢 23岁 姓胡 就是收入方面比较稳定 也非常有上进心 但是唯一的有一点 就是身本看着不强壮 你觉得这一点你能接受吗 差不多就是个挨边一米七 这么个身高 刚刚那个帅哥嘛 可能他一米八几 但是跟我相处起来 我觉得不太喜欢啊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了解一下嘛 就先了解了之后再决定嘛 肯定受伤害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觉得身高并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看一个人的一个方法 方式嘛 就是个 经历过之前的波折 女嘉宾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即将见面的第二位男嘉宾 究竟又是谁呢 凡人游戏 我来等你 大家好 我叫胡杨 来自四川自贡 我出生于98年 今年23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凡人游戏节目 本期交友男嘉宾胡杨 23岁 身高1米67 职业 二手汽车销售 月收入1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23岁的胡先生 从事二手汽车销售行业 他是肯干的他 一直在为自己的事业在奋斗 一个月前 他曾经来过发人游戏 想要找到一个和他一样有爱心的女生 相亲当天的女嘉宾 也是符合他的要求 但最终女嘉宾还是因为胡先生偏瘦的身材而拒绝了他 那么再一次来寻找真爱的他 则偶要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这第二次来 也希望就是找到一个不在意我身材的 就必须要成熟一点 不要太有公主病就不行 虽然说物理上面给不了安全感 但是精神上面我一定能给到对方足够的安全感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能接受自己的身材 二 成熟有耐心 男嘉宾的努力上进符合女嘉宾的要求 而女嘉宾的成熟独立也达到了男嘉宾的要求 两人匹配指数90% 男嘉宾身材偏瘦这个问题 会不会再次成为他相亲的阻碍呢 首先欢迎你来到凡人游戏 同时欢迎大哥 欢迎有没有做好相亲的准备今天 做好了 我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那就好 我跟你说你看到那条面 对面有两个女生 一个是亲友团 一个是女嘉宾本尊 你看哪个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觉得矮的那个嘛 我觉得因为他跟我看起来年龄很相符 你就说另外一个长得老 是这意思吗 我一会儿可以到你做了吗 没有那样说 你说的 就是内心就是他就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对对 好 没想到的是男嘉宾竟然一眼相中了亲友团 甚至为他准备了见面的礼物 你男嘉宾希望送 觉得送拉中花比较好吗 我觉得送女孩子应该送玫瑰吧 玫瑰啊 送花我也不是很懂的 那就拉很多玫瑰就好吗 男嘉宾 来来来 还有大哥 都过来吧 都过来 这所有北市 还有点领导粉 真是 刚才男嘉宾是去准备见面的小礼物去了 准备了什么 好 来给大家看一看 准备了一束玫瑰 那送给女嘉宾吧 送给女嘉宾 嗨 女嘉宾没点什么要说的吗 谢谢 谢谢 有点受宠若惊了 确实很意外 确实什么 确实很意外 确实很意外 你不是这准备了一个见面礼吗 女嘉宾她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见面礼 来 女嘉宾 你来说说吧 这个惊喜是什么 这个惊喜就是 真正的女嘉宾应该是她 女嘉宾应该是她 是她 把亲友团当成女嘉宾的时候 也觉得没有什么的 她有自己的一个喜好也是很正常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来真正女嘉宾归位 你看你这花送的 那这个花呢 你是想让她继续拿着呢 还是就把这个花拿过来 又送给这个女嘉宾呢 这个 我情商没那么高 不要考验我情商 我没考验你 真的 等一下 大姐说 不过有影响人家 我们有男朋友吗 都没有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你有男朋友 花拿了 今天你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了 我好像很失望 你失望吗 没有啊 你不喜欢那个 我们高一点这个女嘉宾吗 没有啊 就感觉第一印象也是蛮好的 所以她长得其实有点瘦弱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没办法添身的嘛 那现在女嘉宾已经为你介绍清楚了 相亲第一步 去哪干嘛 要不去我工作的地方嘛 就在附近 反正又不远 去我工作的地方了解一下 可以啊 走吧 可以啊 好 行 那你带着女嘉宾 好好的 好不好 女嘉宾倒是对男嘉宾印象不错 那么男嘉宾真实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你对今天那个女嘉宾印象到底怎么样嘛 就是当你晓得了他才是真正的女嘉宾之后 你满满了 哎 没有孩子的啊 我觉得 我对那个其实 来国师是要求资料是最高的 然后国师是指导动才要得 他都是那种 看不起别个 或者你问别个呀 别个更看不起他 所以看不起 要放下心来 放下自己的姿态 哎 想下国人是啥子 条件 你上来要批评他 他一直都是那种说 都是别个看不起他 他看不起别个 不 别个也看不起他 他也看不起别个 你觉得他最主要的呢 别个看得起他的 他更看不起别个 哦 那你觉得他最主要的 你没说到朋友是因为啥子 看不起别个啥子 人为自己站在帅 其实 其实分身不值得 只是认为站在帅 这是最大的缺点 各位观众 今天的相亲真的是 非常的起伏 跌宕 二号男嘉宾来了 但是那个小生板 真的特别的担保 女嘉宾已经够瘦了 可是男嘉宾更瘦 两个人的身高都是一米六七 女孩一米六七会很好看 但是男孩一米六七 那就真的是有点个子有点偏矮 那么两位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搭 那么又有之前的这个插曲 感觉今天相亲成功的可能性 真的好低啊 谈指一会间我们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个神奇的地方呢 就是男嘉宾工作的地方 刚才镜头可能没记录到啊 他的狗狗 也就是上期节目出现的多多 已经以最高的礼仪来迎接了 又来了 就是在欢迎女嘉宾和亲友团 那其实我们呢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带着女嘉宾 整个环游一圈 然后呢顺便给女嘉宾介绍介绍你的工作性质 包括呢给女嘉宾科普科普 关于汽车的知识 对不对 哪些车它是哪一年的怎么看什么的 你也可以给女嘉宾讲一讲 是不是 碰巧男嘉宾的朋友也都在附近 他们也是赶紧夸起了男嘉宾 小夫的话 小夫这个人说实话 除了身体上就是瘦了这样 但是这个人还是很勤奋 你和我一条 我有好大个问题 其他面的问题还是很正常 其他还是正常 主要是听见这个 我们女嘉宾也在这儿 他就是说从旁边人口中 也听一下这个小夫 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为人做事还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啊 还是实在 做生意这些 头脑那些 做生意 头脑灵活 都是身半日小了点 好了你们对他都是同一个评价 对对对 真的他说是有点瘦小微 一点我看一看 是是是 那你觉得他的话 他来相亲他最大的优势是啥 优势是啊 头脑灵活 真的对人也可以 是不是 真的 没说假话 不存在 我们长期接触跟他两个 要得 嗯 买得起 小夫你把红帆给别人准备起 都是啊 今天这是我们女嘉宾 你觉得女嘉宾跟小夫两个 配不配起吗 这个 我不好说这个事 只有他们个人私下沟通 从你的角度来看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都是OK的绝对 得行哈 对 得行 那小夫你个人加油啊 那就 机会哈 自己保护 我觉得绝对可以 可以 我平时工作的话就是在这里 这个场地上面 然后直播 直播卖车 你做这个行业做了多少了呀 去年一月份 去年一月份才开始吗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的呢 之前做汽修嘛 一直都汽修 都是汽车行业的嘛 就是主要是喷那个汽车的油漆 那还是比较能够坚持 因为我特别喜欢车 喜欢车那还是挺好的 就是工作跟自己兴趣有关的话 就特别好 他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就感觉比较符合生活时期的 那种感觉 而且他对于工作看得出来 是怀有一种热情的 最少的几个朋友吗 我 我总共谈了就三个 总共谈了三个 那为什么有没有感情 谈得特别久的那种 谈特别久的就第二个吧 第二个 为什么会影响得特别深刻呢 因为我一个人非常努力 他不努力 奔向他 感觉他就是要么原地 要么他往前走 他不会奔向你那种感觉 经历这两任务啊 还是依然很将就人家 我还是愿意将就人家 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对吧 嗯 因为我一直相信就是 一直善良就会遇到善良 刚刚也跟男嘉宾聊了一些 你现在对这个男嘉宾 你对男嘉宾影响怎么样吗 还挺好的呀 比较温柔 说话 但是比你就是说 外星上面就是说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外星上面他确实长得比较的瘦小 但是也还好吧 因为男孩子做这种行业 他只是外星看起来比较瘦小 可能内心还是很强大的 嗯 嗯 感觉好像你跟男嘉宾 你对男嘉宾影响还是很好 好像这样 嗯 还可以 好 比起 尤其是之前有一个男嘉宾铺点 周围铺点那种 对 你接下来还想了解他那些部分吗 嗯 就慢慢聊吧 我就喜欢顺其自然的 我不喜欢那种 就顺其自然嘛那种 你现在给男嘉宾打分的话 想打几分啊 九十分 九十分 嗯 那应该算很高了 对 这是发自内心的吗 对 哦 好 虽然说跟你描述 描述出来你喜欢的格子高 你那种男嘉宾不太像 但是接触下来觉得还不错哈 对 这个确实 他性格这方面都还是很好的感觉 朋友啊 朋友觉得这个 新来的男嘉宾你感觉怎么样吗 感觉看着挺踏实的 嗯 然后 也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 嗯 可以还是先相处了看嘛 你们朋友对他的评价还挺高的 嗯 看着还是挺和谐的 挺好相处的那种 所以我发现我笑得你为啥是啥 你其实不应该穿那种 嗯 显得你更瘦的衣服 对的吧 我穿 你以后买衣服不要买那种了 看起来特别瘦 嗯 你自己人都是住室起来更方便一点 是不是 那种各种一种成熟感 更客服 我会觉得很成熟感 我跟你讲 因为你自己很瘦肉 买车看 全身的还穿大点也没得是 然后裤脚穿那种 宽一点也没得是 因为看起来没得能够瘦 第二个男嘉宾给我的印象肯定是非常好的 第一个男嘉宾呢 跟他走了几步就不想再走了 就还是心里落差太大了吧 第二个男嘉宾呢 虽然外形不是非常符合我的那个标准嘛 但是接触起来觉得他人不错 还是挺愿意跟他聊蛮多的 女嘉宾一改上午强势的态度 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跟着男嘉宾走了不少路 也一句没喊泪 看得出来女嘉宾是真的对男嘉宾印象很好啊 试一下嘛 二十三啊 二十三 你知道我好多岁吗 你肯定比我大了 我比你大 你喜欢那种姐姐类型的是吧 对呀 为什么喜欢大一点的呢 踏实我跟你 其实你在家会不会研究一点 吃的之类的 不要 我喜欢做吃的 你喜欢做吃的 对 我觉得做吃的也很舒服 因为特别是你自己做的东西很好吃 你就会很开心 对 感觉女嘉宾还是很好的 很聊得来 那么两个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气氛是越来越融洽了 女嘉宾跟男嘉宾在那个 环境不怎么好的二手车市场 绕着那个烂路走了好大一劫 可是女嘉宾是一句抱怨都没有 当时已经两点多了 她也没有说渴也没有说饿 而且还在路上跟男嘉宾建议 你怎么穿衣服会显得没那么瘦 你完全没有想到 女嘉宾对二号男嘉宾的态度是这样 跟一号男嘉宾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而经过了这一番相处之后 男嘉宾的内心还是 记挂着有男朋友的闺蜜呢 还是对我们的女嘉宾的好感倍增了呢 我啦其实我只是 你也有点想吃东西 但是我不想这场 不想吃好像酸辣的一两个套吃 酸辣的 好 你喜欢吃它的 酸辣 土豆吃鲜奶 鲜奶不吃鲜奶 我也喜欢吃酸辣的 很贴心 二十三岁怎么都来相亲呢 二十五人呀 你妈妈还没催你了呀 你二十三岁你妈都催你了 你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内心的女生吗 其实我感觉 我感觉你就可能还差不多 就是从最开始 你想出去 你还是真的很不错 而且她觉得很温柔 真的很温柔 好印象 有好印象就好 但是你现在解释了那么久 你觉得是我朋友跟适合你的 还是我跟适合一点吗 应该是你妈 应该是你妈 我一般吃饭吃的比较多 我喜欢吃饭 够多软点 够多软点 再给我摇一摹 再给我摇一摹 好 吃得就舒服 吃得就好 女嘉宾话音刚落 男嘉宾就赶紧帮女嘉宾乘饭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在一来二去的互动中 渐渐升温 但是觉得很细致啊 这个男孩子好细心的 女嘉宾越来越欣赏男嘉宾 但男嘉宾却有了自己的顾虑 我对他印象也挺好的 然后他对我印象 感觉也挺好的 所以说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让你现在选择的话 你会不会选择 我今天这个男嘉宾 因为我现在对感情有一点纠结 我怕成 怕成了又怕不成 因为我现在正处在创业阶段 很多东西不能像以前那样的 再去很多的江州啊 比如说买东西之类啊 发销啊 我感觉都是要 不会那么洒脱了就是 我以前对前任就是非常洒脱 买什么买 吃什么吃 因为你现在才23岁是吧 你试问任何一个23岁的 当然我们不排除极个别人 23岁的时候已经很富裕 但是绝大多数的23岁的男生 是不会有太多钱的 我相信如果女嘉宾她是一个 成熟独立思考的女性的话 她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而且的话 如果真的她是喜欢你的 或者说愿意陪你吃苦的 这么一个女生的话 她是不会嫌弃你 也许你现在非常看重的这个问题 在女嘉宾眼中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事儿 你都没问 你也没争取 你就在想最坏的结果了 所以说的话 你现在既然那么喜欢女嘉宾 那你打算怎么做 追求 对啊 要追求嘛 是不是 男嘉宾最终 到底会做出怎样的追求呢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女嘉宾 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女嘉宾来问一下你的意见 对男嘉宾现在感觉如何 觉得男嘉宾挺好的呀 挺细致的 而且刚刚从我们资访的 那些行为局在说 都还是很值得一个接触的一个人 那男嘉宾呢 实际上刚才也在跟我说 他为你呢 也是准备了今天的第二份礼物 最开始实际上是给了你一束花 那花要是刚才吃饭的时候 不让你放下 你是真不舍得放下 现在男嘉宾第二份礼物要来了 来 男嘉宾 手上提的什么呀这是 来给女嘉宾人家说说 这是 直接试啊 要不要脸部 她都跟她做小组 有什么东西 好 ان不染了 我还是不染了 我只能给你吵了 这个胸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会儿 先别着急 男嘉宾来吧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来伸出右手来吧 三二一请选择 女嘉宾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出来了 男嘉宾 我看你今天笑得是异常地开心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男女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如果今天没有一号男嘉宾的铺垫 有可能女嘉宾跟二号男嘉宾的相亲 也没有如此顺利 毕竟一见面可能就会对彼此的外形 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可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么两位在一起之后 我有个很深的感受 那就是二号男嘉宾是一个性格非常温柔的人 他不但是对待女嘉宾 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是非常温和有礼的 我们在相亲的时候 可能会强调自己的个性 性格 脾气 可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温柔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性格温柔的人 异性缘往往都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